在日照市西郊和徐州市东斗部 分别发现了汉代大墓 各种珍贵的器物相继出土 在这些墓葬之下还会有哪些秘密 探索发现即将播出神秘的汉墓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海区汉代墓地位于日照市西郊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 西石礼铺 村西南约一千米处 是一片低矮的秋陵地 其间分布着几个硕大的风土堆 当地人口口相传 称之为王坟和娘娘坟 2002年春天 为了配合高速公路建设工程的需要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决定 对公路所占折的一号二号三号风土 进行抢救性发掘 其中一号二号风土就是所谓的王坟和娘娘坟 这支考古发掘工作队的领队由郑同修担任 尽管发掘工作已过去近20年 但对他来说 那种整日在泥江中进行清理的辛苦 平凡出现他方时的担心 面对连续大雨的无奈 以及木葬破土文物重现 带来的惊喜 却犹如昨天一样 历历在目 在发掘之初 考古队员就对海区悍物的发掘 充满期待 因为根据以往的考古资料现实 拥有高高耸立的风土的汉木 其牧主人身份一般都非同寻常 发掘现场往西不到50千米处 有一处更加巨大的风土 矗立在日照市举县陵阳街道 这一座风土底面呈正方形高60米 如山突兀 占地约2.1万平方米 当地群众称之为大王坟 刘章是汉高祖刘邦之孙 也是齐道惠王刘斐的次子 由于在诛灭吕氏的过程中 有功而被封为成阳王 据史记齐道惠王世家记载 公元前178年 汉文帝以齐之成阳郡立章 为成阳王 成阳王刘章死后 就被埋葬在了当地 当地口口相传的大王坟 很可能就是汉成阳王刘章的大墓 那么大王坟不远处 日照西郊这座王坟之下 又会是谁长眠于此呢 他会和成阳王刘章一样 拥有王侯的身份吗 发掘工作刚刚开始 考古队员就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 从三座风土的剖面来看 他们都没有人工进行夯住的痕迹 好像是随意堆住而成 很快考古队员就在现存风土边缘发现了木杖 而且埋藏较较深 这种大土球啊 过去串通的认识 一般都认为是属于大姓武藏 只有大姓武藏 才有高大的分罪 就是我们在靠谷上 被称之为疯徒的 所以当时啊 要想到 又没有可能啊 是不是 是不是一些高等级的鬼众物证 结果后来的发掘 通过发掘证 这可能原来的一些初步的想法是不对的 就是一个小图堡嘛 这个结果让考古队员略感失望 但是如果风土下面不是一个高等级的木杖 那么如此硕大的风土又会埋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考古队员对这三座风土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勘探 勘探的结果让现场所有考古队员感到意外 在面积最小的三号风土内 考古队员共发现了17座小木 一号二号风土内 则分别发现了31座和38座木葬 而且他们下葬的时间并不相同 开口位置有高有低 几十座木葬共处在同一个风土之中 这大大超出了考古队员的预料 这些木葬的主人是谁 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为何会在离世后被埋葬在一起 考古队员试着用手铲 继续寻找答案 一号二号风土是这次发掘的重点 据此前勘测 大型木葬都位于风土边缘 其中一号风土内的木葬 规格最高保存最好 考古队员发现 一号二号风土内较大型的木葬 几乎全被盗墓贼光顾过 而且盗洞都接近果实 一号风土最先发掘的两座 较大型木葬 其中一座已经被彻底破坏 空空如也 另一座也仅由器物箱保存下来 考古队员的心一下悬了起来 由于高等级的汉木 大多都有高大的风土 所以他们更容易被盗墓贼发现 山东省境内的汉木更是实木就空 海区汉木是否也会被盗掘一空 考古队员心里充满忐忑 加快了发掘进程 这座东西巷的长方形数学土坑木果木 木框长5.7米 宽3米 是海区汉代墓地中发现的最大的一座木葬 编号为M106号 木内填盖有黄褐色花土 果盖板以上封填了0.4米厚的青膏泥 果四周也全部用青膏泥封填 发掘一开始 考古队员就在墓葬开口处 发现有被盗的迹象 初步判断 墓葬可能早已被盗 此时 考古队员心中充满了沮丧 但是 当他们清理到果盖板后却发现 盗墓贼虽然已接近果市 并将果盖板造了一个浅坑 不过却在进入务事前便放弃了 果盖板下的棺木竟毫发未损 这让考古队员感到兴奋不已 106号墓葬 开始发掘的时候 我就发现一个倒洞 自奔着墓丝而去 我就 天啊 坏了 在一个倒洞进去 这个墓葬又空了 结果 一直追着这个倒洞 这个倒洞啊 一直达到了这个第一层 果盖板上 把那个盖板的木头都造了一个线坑 没进去 所以这个墓葬 包存的非常的晚好 是什么原因让盗墓贼一半途而废呢 考古队员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打开棺盖 棺内的情景让现场的考古队员 感到惊诧不已 棺内积满清水 透过水面 随藏品清晰可见 朱漆光彩如初 仅表面附着薄薄的一层淤泥 但是人骨已朽 通过残存毛发等痕迹 可辨认出墓主人的头像 应该是朝东 更让考古队员感到惊喜的是 在M106号墓葬关内 他们发现了大量精美的随藏器物 那么当年的盗墓贼为何汇过宝山而不入呢 盗墓贼费费了这么大的劲都已经把馆餐打开了 他为什么进行呢 这个墓贼重体包存比较好 特别是与它的地下水位高 世界关系 包存好那么多都是泡在水里 导墓贼进去的时候 它底下全是水呀 它不好操作呀 导墓的难度会很大 这个目的啊有一个特点 管国和齐木器包存的好 水涨的渔气数量很少 通气包存的状况不好 因为作为盗墓贼来讲 它重要的是金属器通行 或者金鱼器 而这些齐木器 狮子瓶对它来讲 它也不会包存 它也要了没用 正是由于盗墓贼的半途而废 M106号墓上中的 诸多珍宝才得以保存下来 出土器物中以漆器最为精美 漆器中有各种联合 也有盘 耳杯 枝 暗 尊 碗等日常用品 它们不仅完好无损 而且出水时色彩依旧艳丽 光彩照人 但也正是这些珍贵的器物 让考古队员感到束手无策 因为这些漆器在经历了 两千余年的埋藏和浸泡后 相当脆弱 若不加以科学保护 将面临损害 甚至完全覆灭的风险 这么大量的漆木器是比较精美的 因此它的保护工作 那属成了发育之后的第一药物 漆器洗净千华 修复成功 重新展示在世人面前 它们做工精美 文饰以各类云文为主 无论简练不繁入 线条都纤细流畅 真情易受错落其间 与所惠文饰浑然一体 部分漆器还镶嵌有金饰 有的则嵌嵌嵌铜 这些镶嵌的动物造型 栩栩如生 显得高贵华丽 这是M106号墓葬出土的 漆双层五子莲 这是一种古代贵族女子 使用的化妆盒 通高12.4厘米 呈圆土状 气表修黑鹤漆 上中下镶嵌三周带状银扣 银扣建议 珠绿色七绘云纹鸟纹和怪兽 内分上下两层 套内共七件器物 上层底部镶嵌银制神兽 出土时盛放铜镜 下层盛放五套梳妆器具 分别盛放书壁 竖发器等装具 鹅鹅红粉妆 鲜鲜出速手 当年这套器物的使用者 很可能是一位风华绝代的贵妇 也可能是位情斗初开的少女 但无论她是谁 当时都有着较高的身份 双层五子莲 七子莲 大长方形盒 方形联合 代板盒 种种线索都将物主人 指向一位贵族女子 M106号沐桑出土的漆器 色彩艳丽 极尽奢华 这类高规格的漆器 一般都是贵族才能享用的 那么这位复笔王侯的墓主人 究竟会是谁呢 考古队员意外在关内 发现两枚铜印章 其中一枚印章刻有 原仪自治 百事不见 愿君自发 封丸言姓 十六字印文 另一枚印章刻文为 公孙昌 印章上的三字刻文 彻底改变了之前 墓主人是贵族女子的推测 大墓主人应该是一位男性 汉朝几百年的历史 那么M106号墓葬的主人 公孙昌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生前在海区有何作为呢 此时 墓葬出土的一些主舰 为考古队员提供了线索 106号墓葬出土的主舰 因为这一面参加上 有天汉二年 陈阳四一年 这个字样 能够通过它 尊确地来短定 姆藏的年代 天汉二年 即公元前99年 是汉武帝刘彻的第八个年号 承阳十一年 则是汉代承阳国的郡国年号 二者对应出现于同一枚主舰之上 实属罕见 考古队员从主舰上的纪念文字推断 墓葬的年代应该不早于天汉二年 西汉时期 海区汉墓所处地 属于狼牙郡海区县 墓地西北大约一千米处 就是汉代海区县城的所在地 考古队员推断 这位叫公孙昌的人 很可能应该是海区县城内 一位家境殷实的地方官吏 随着发掘工作的继续 以M106号墓层为代表的大墓 M107 M120等墓序被发现 大量精美的随葬器物出土 其中归座凤行灯 就出土于海区汉代墓地的M107号 凤鸟昂首翘尾 神龟双目圆针 整个器物制作之精巧 令人叹为观之 设计着为了确保灯体的平衡 将各部分的比例制作得非常协调 这座归座凤行灯 更是被誉为海区汉文化的典型代表 甚至被国家文物局编写的 2002中国重要考古发现一书 采用为封面图片 可见其绝高的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 2002年5月26日 海区汉代墓地中保存最好的M125号目开关 考古队员更是充满期待 当揭取果盖板和关顶盖板后 考古队员发现 果室内居然并列摆放有双关 而且保存完好 没有被盗掘的痕迹 双关都浸泡在水中 只有关顶露出水面 头箱内放置了大量漆器 木器和陶器 南关东侧关板已开裂 北关完好无损 抽掉积水后 清理工作从头箱开始 让当时的领队郑同修至今记忆犹新 他们共用一个头箱 这个头箱是满满的东西 我理想说光头箱里面出头为150多件 主要是淘气和气气 光我们那个大盒子里面 就称套的七套二倍就四多件 我们这个发掘过程中 那个群众啊 打个群众啊 围的 离山村外山村啊 哎呀就是大家都敢开呀 考古队咋会可法了 头箱清理完毕 考古队员准备开启棺盖 提取棺内随葬器物 开棺并不容易 两千多年的土埋水汽 使得棺木扣河十分严密 盖板又非常沉 十几个考古队员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把盖板移开 不过 让考古队员惊喜的是 棺内并没有积水 隐隐绰绰间 闪现出丝织品的存在 好像还刺绣有图案 领队郑同修当即决定 现场密封棺木 运回室内继续清理 2002年6月10日 M125号墓葬北关 进入室内清理阶段 此前在考古现场 发现的丝织品 被覆盖在墓主人身上 透过残留的丝织品 依稀可以看到 墓主人尸骸的轮廓 考古队员推测 这些丝织品 可能是类似被子的残留部分 这件丝织品 不仅盖住了 墓主人的正面 两侧还被依入骨架身下 提取难度 大大增加 考古队特地请来 经验丰富的 丝织品保护专家 在横温横市的库房内 将这些丝织品 一点点提取出来 这就是考古队员 从M125号墓葬北关 接取的丝织品 其中最大的一块 长2.6米 宽近1米 丝织品一侧 刺绣有精致的花草 和云细纹图案 其中大部分丝织品 呈咖啡色 平素无纹 考古队员初步推测 它们大多属于眷类 这是山东地区发现的 第一批汉带丝织品 除了罕见的丝织品外 北关内还随葬有 弓 竹扇 七窍铁刀 七窍铁匕首 等二十余件随葬品 其中一件完整的鸠帐手 最为精美 鸠帐在先行时期 是长者地位的象征 所谓鸠帐 就是将手帐的扶手 做成一只斑鸠鸟的形状 这只处于杖手的鸠鸟 活灵火线 双翅之下 各抱有一只小的鸠鸟 这是中国古老校文化的表现 据此 考古队员推测 M125号墓 北关墓主人 应该是一位年长的男性 海区汉代墓地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 从2002年3月一直持续到当年的6月 考古队员共发掘出墓葬90座 出土陶器 铜器 玉器 漆器 木器 铁器等 1200余件 一件件精美的器物背后 折射出的是汉代附属家庭的景象 这对研究日照地区 汉代民众的生活 了解汉代社会文化有重要意义 由此 海区汉墓被评为 2002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但是 海区汉墓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考古队员在墓地中发现了多枚丝印 分别是淳于堂 从光 从庆 以及公孙昌 这些私运的主人之间是什么关系 他们为何会被安葬在一起 诸多疑问等待着考古队员去解答 徐州地铁一号线是徐州城东西向古干线 线路贯穿城市东西发展主轴 联系了老城区 大山片区和成东新区 不仅衔接了老城的商业中心 也连接起当地的两大综合客运枢纽 根据市政规划 一号线在紫房山南路设置紫房山站 2015年10日 在紫房山地铁站的建筑工地上 负责挖基坑的工人 挖出了疑似文物的陶器 随后考古队员赶赴现场勘查 吴宫秦是紫房山汉木群考古发掘项目领队 他怎么也没想到 在徐州市政重点项目地铁一号线的施工工地上 会出现这么多古代墓葬 经过初步勘探 考古队员发现 紫房山下埋葬了20余座古墓 他们分散地埋藏在占地面积 约21000多平方米的地铁施工区域里 就这样 一场工程队抢攻期 考古队员抢救木葬的双边行动 在紫房山南路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经考古发掘 紫房山汉木群 多以石坑数学木和石坑数学动式木为主 是西汉较为常见的墓葬形制 考古队员推测 该墓葬群因为普通平民墓 墓葬内的随葬器物 大多是在当时极为普通的器物 让考古队员没有想到的是 在M17号墓葬中却意外地出现了金箔玉枕 这让吴公秦立刻意识到 这一处墓葬并没有那么简单 平平无奇的墓葬里 为何会出现珍贵的金箔玉枕 考古队员们在兴奋之余 也感到十分疑惑 这一处墓地的墓主人会是谁呢 这就是出土于M17号墓葬的金箔玉枕 呈长方形 长18厘米 宽8.5厘米 厚0.4厘米 通体米白色 在玉枕上 可以清楚地看到贴在玉片上的金丝 远远看去 这一块玉枕 更像是一只大号玉蝉 蝉头 双翅 蝉尾均在 仔细查看蝉翅的根部 还有一处用于穿线的钻孔 在历经千年的埋藏后 至今依然活灵活现 像是一副即将破土飞翔的模样 这个墓葬的时代相对来 属于喜悍早起 这个墓主人呢 因为它的墓上的预级级别比较高嘛 地位呢应该是豪室贵族 它这个应该具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 徐州是汉高祖刘邦的故乡 公元前二零一年 刘邦废处楚王韩信 将其封地一封为二 封刘甲为金王 封刘骄为楚王 同年 刘骄前往封地旧藏 定都旁城 也就是今天的徐州 此后以徐州为都城的楚国 成为西汉重要的封国之一 共承袭了十二代楚王 因此徐州多出王侯贵族墓 徐州显赫的历史过往 令考古队员不禁声出许多期待 M17号墓葬里埋葬的 会不会真的是一位王室贵族 按捺下好奇与期待 考古队员继续在考古发掘现场 寻找着新的线索 出土金箔预诊的M17号墓葬 位于紫房山二十五座汉墓的中心位置 是一处数学夫妻合葬墓 墓穴长三点一米 宽两米 残身四米 从2015年11月开始 只发掘结束 考古队员在这里 累计清理了四十天 而清理其他墓室 一般只用二十天左右的时间 在M17号墓葬发掘的同时 M19号墓葬中 传出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考古队员在这处墓葬中 再次发现了精美的陪葬品 玉蝉口寒 早起用玉蝉作为口寒 从西楼中几开始出现 一直到战果时期就相对比较流行 战果时候出现那种转为嗓浪制作的 不带孔的蝉 而到汉代的时候就比较流行 这种转为嗓浪制作的这种汉蝉 M19号墓葬出土的两枚玉蝉口寒 大小一致 均为长三厘米 宽1.2厘米 厚0.4厘米 从玉蝉口寒的外形可以看出 当年负责雕刻的工匠 只用了简单的挤刀 就雕琢出了玉蝉的头形 眼部以及脊背 不过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这位工匠并没有对蝉的细节 做更多的雕刻 在M19号墓葬中发现的两枚大小一致 外形相似的玉蝉口寒 让考古队员更加确信 该墓的墓主人生前身份 因为贵族 因为清理出了玉蝉口寒 考古队员加快了 对M19号墓葬的发掘进度 但是考古领队 吴宫琴的心头 有一丝不祥的预感 玉蝉口寒原本的位置 应是在墓主人的口中 但如今 它却在泥土中被发现 墓主人的尸骨和棺果 究竟去了哪呢 发掘现场的情况 显得十分蹊跷 随后 考古队员在该墓葬中 清理出了长方形的棺果痕迹 在棺痕内侧 考古队员继续向下深入发掘 两天以后 他们终于有了大发现 他们在棺内发现了 尸骸的痕迹 在棺内底部 考古队员发现了一片 朱砂痕迹 吴宫琴据此判断 M19号墓葬的墓主人 在下葬时 用的是漆墓棺 现场棺墓棺内残留下的赤红色墓棘和黑漆 清晰可见 这意味着 M19号墓葬中的墓主人 极有可能并不是普通平民 抱着这样的猜想 考古队员加快了发掘的进度 他们随后清理出彩绘桃底 桃仪 桃河等制作精美的桃器 但是 令考古队员感到失望的是 直至M19号墓葬清理完毕 也没有出土 可以表明墓主人身份的 印章类的器物 就在考古队员感到有些气馁时 M17号墓葬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 这就是令考古队员感到欣喜的发现 玉面罩 他出土于金箔预诊的一侧 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件珍贵的文物 考古队员采用了原地整取方式 原封不动地将其提回了 徐州博物馆文保科技部 以方便进行检测修复 经过观察分析 考古队员发现 紫房山玉面罩的玉片质地 粗为统一 玉面罩的玉片 类似玉衣片 通体呈米白色 玉面罩由长方形的玉片 变化 玉片 变化 玉片 投影 玉片 玉片 考古队员在发掘现场 清理出了第三件玉器 在M17号墓葬 墓主人守护的位置 通过小心清理 考古队员发掘出了两枚玉卧 从紫房山M17号墓葬 清理出土的这两枚玉卧 上窄下宽成梯形 当吴公勤看见这两枚玉卧时 立刻发现 它们的形状 与此前徐州地区出土的 汉代玉卧完全不同 它们是考古工作者 首次在徐州发现的梯形玉卧 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持续推进 吴公勤发现M17号墓葬 和M19号墓葬的情况一样 墓内官果和墓主人的尸海 均已腐朽 考古队员根据墓葬形制 和出土的器物组合判定 墓主人为西汉早期的贵族 但是这两座墓葬的主人是谁 此刻这成为此次考古发掘工作中的 一个无解之谜 紫房山汉墓群的发掘面积 两万多平方米 从现场出土的237件器物 所属的时代 贯穿了整个西汉时期 吴公勤判断 紫房山汉墓群 是一处有着两百多年历史的多个家族墓地 不过这些墓葬的墓主人 生前的社会地位并不相同 有的是平民 有的则是士身 2016年4月23日 随着一串口哨声的响起 推土机将最后一产泥土 推进了28号墓葬 至此 紫房山汉墓群的考古发掘工作 正式宣告结束 紫房山汉墓群中 其他墓主人的身份 也跟随回田的泥土一起 永远埋葬在紫房山的地底下 2000多年前 在紫房山附近 到底发生过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这处汉墓群中的谜团 何时才能真正解开 一切都需要进步考古研究 才能找到最终的答案